废弃轮胎除了放任它养蚊子 或清理后送去烧掉之外 有可能有更好的用途吗 在非洲的加纳共和国 有位年轻企业家 就为废轮胎找到更好的去处 他靠着自学 兼顾环保与创意 把废弃轮胎变身为各种家具 在创业的同时 也对社会做出了贡献 杰弗里耶博正在他的工作室中 把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回收的 废弃轮胎变成家具 这位年轻的企业家 从五年前看到了商机 开始自学地用旧轮胎 玻璃和各式彩色的绳子 来制作成包括咖啡桌 沙发边桌和扶手椅等等家具 我爱我的工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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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最好的我做到自己 如果没有任何事 我感觉我是一部分 一个问题解决的社会 我会把车路走 现在耶博从垃圾厂 或二手经销商处收集废轮胎 他的顾客可以定制自行设计的家具 或是从他的行路中选择家具 据其大小和设计而定 价格从三十美元到两百五十美元不等 今天来到工作室的客人 如其耶图阿布巴卡里 正看着手机上的照片 来挑选他要的家具 最后向耶博订了一张咖啡桌 其实弗杰里耶博还是位加纳大学的兼职学生 休息经济学和资讯等课程 他利用社群媒体推销他的作品 有时也会获得其他客户的推荐 耶博的公司目前雇有两名工人 但出于对事业的愿景 他也花很多时间培训更多想做家具 又有报复的企业家 耶博打算进一步扩张他的事业 目前正在募集资金 同时他希望做的这些事 可以促进环保回收利用 并且教育人们了解废物管理